作词 作曲 李宗盛 环境是真不错 对吧 然后我们的房子就在这里 包子宫来了 我说当年我们的车就停这个位置 一下子我们就说这个可以 出租了12年的房子 估计有点惨不忍睹 一个小三房的独栋 12年前买的 1700多尺 户型我们当时觉得挺好的 还有人想自己进来住 那房客现在搬走了 我们可能需要装修一下 那我们还是拍一期视频 记录一下我们这个房子的装修过程 包括这个花费之类的 我们现在等我们的装修团队过来 给我们看一下 给我们报个价 但是他们还没到 我们自己先带大家简单看一下 好吧 你看当时我们还想要 自己进来住这个房子 其实门口有一个公园 让我觉得很方便很舒服的 但现在12年过去了 我觉得还是需要大保养一下了 门口这个pump tree 我应该是要把它 对把它移了 把它移除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植物长得太好 也很看见凋零 对 来吧 其实还算是挺干净的 我们有一次有什么事情进来 有家具的时候看起来还可以 还有家具的时候其实还好 但是搬走了之后 你就觉得一定需要大保养 那肯定肯定 这边进门是一个大的 一个挑高的一个厅 当年我们12年前买 还是要买一个挑高的 对 开阔的看起来就没那么小 这里你说这里是吧 对 空间感会好一点 我在这里都能够看到公园 所以他们当时住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 他们自己在家里面饭做好了 门口一叫 小孩从公园里面回来 这个是非常舒服的 1720尺 三个房间 2.5个卫生间 对 1990年的 学区还可以 三个八 888的学区小学初中 都在这个社区里面 heritage 当年买的还是蛮便宜的 不到30万 20几万买的 这个也可以说吗 可以说 为什么不能说 你拍视频就be real 真实一点 这些东西都得全部拆掉了 这次 我觉得那个火炉可以不换 fireplace挺好的 我还挺喜欢这个颜色的 我没有说fireplace要换呢 你没说要换吗 他说他没用过 这边是他一个小餐厅的位置 然后厨房 我们现在就纠结这个厨房 对啊 要敲掉重新做 如果这个炉头洗碗机都是我 刚帮他们换不久吧 一年前了 坏了就帮他们换了 等一下听一下 那个装修师傅他们的意见 包括了多少钱 上面这个灯 其实我也想把它 给它 那个肯定可以换掉 弄成碉顶的 弄成桶灯 对 太老实了 对 上轮可以换 上轮可以换 那如果换那个估计就连出锅一起换 其实说实话 人家住的还算是干净吧 好 已经到这了 到这个小院看一下吧 鸟鱼花香的 嗯 出来以后呢 院子倒是不大哈 嗯 这个三角梅当年长得没这么茂盛 我记得 他们还肯定很舍得浇水 对 以前这里有个很大的树 对不对 院子里面非常的茂密 这个树已经死掉 我们其实已经移除了 嗯 因为怕风太大 所以就把它移了 对 然后到时候我会把这些三角梅全部train 后面的树砍掉 这个train 然后这个大树我要砍掉 哦 把这个大树砍掉 要砍掉 好可惜 然后这个树要修剪 其实这个可以不砍了 这个跟那个后院邻居不是有格吗 砍掉 砍掉 太多了 我跟你讲 房客他不打理的话 就想得很乱 那个树砍掉 如果自己租我肯定就不砍了 那个要砍掉 这个要砍掉 这个无花果大家看到吗 无花果你修一下就好了吗 这么漂亮一颗 好大的果子 长得太茂密了 好 我们简单给大家看一下二楼 这些窗帘我都得拆掉 我们还是有两个大窗户 转角的地方还挺亮的 上来一下这边也是镂空的 可以看到这个一楼这个厅 小是小对不对 对 还是有点格调 还挺可爱的 桌子其实蛮大的 超东这边 有一点调高 嗯 这是调高的 一楼二楼全部换地板 对不对 连楼梯嘛 就跟我们那个房子一样 上次那个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吊扇 还有那个老式的吊灯 我也想把它换掉 这个淋浴跟这个浴缸 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弄 这个东西可以打掉了 我觉得 你如果柜子换的话 肯定就是一起换 厨房换的话 跟这个就一起换了 肯定就一起换 所有卫生间都一起换了 对 还亮还是够亮 对 而且这里 厕所也有鞋顶搞得 调高 还可以把灯的一些也换了 嗯 你觉得呢 嗯 这边还有两个房间 马桶间还有窗户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选房子还不错 户型什么的 不太这样夸自己的 这边有两个小房间 这个小房间就不用看了 反正就是刷油漆 换地毯换窗帘 它是不是walk in的closet吧 我看有没有一个门 这个房间比较好 它这个窗子望出去 就是门口的公园 这是有一个比卓氏的 那个又还漂亮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两个房间够用的 打一个小窗户 其实我就想是把这个 全部拆掉 拆掉 地上这个胶也要全部换掉 所有卫生间 和那个厨房的都得敲掉 需要多少钱 我们那时候要问一下 又要以次之 锯子 次锯 之 装修 不是你装好了 你租给人家 人家住在里面也舒服 对 要不你也租不出去 好处租嘛 对啊 栏杆也刷一下吧 现在能租多少钱 如果全部装的很漂亮 跟那个bighorn一样 3000 3000到3200的样子吧 哦 OK 我们现在租给他多少钱 现在2500啊 刚半年的时候是不是 1800 9000 刚半年的时候是2000块 过去这七八年慢慢涨 慢慢涨 涨到2500的 OK 差不多就行了 好了我们又回来了啊 那个装修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 今天给大家看一看整体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主要分享的主题就是装修的顺序和大概花了多少钱 房子的外墙 包括这个木头这个屋檐哈 我们都全部重新刷过了 前面的院子呢 我们也是请了这个园林公司过来把这些杂草啊全部已经除掉了 所以这个草跟之前看上去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哈 原来那边非常多的东西很茂盛 对那个杂树什么的已经砍掉了 已经全部砍掉了 对 这个不错挺漂亮的 外墙弄了以后就整洁了哈 好我们刚才快速的把室外看了一下 当当当 颜色还可以哈 现在是大变化了啊 嗯 室内我们也全部油了哈 这个颜色哈 它不是纯白的 这个颜色让我觉得就比较 第一是干净了 它比那种纯白呢 又觉得更更时尚一点 第二个呢 我是觉得凉爽一点 凉爽 还有就是比较前卫一点啊 原来的地毯已经全部换成木地板了 这边 换完了之后我就觉得真的超级清爽 这个房子还是看的 那装修的顺序呢 如果你是新手啊 房工的话 一般我们是把地毯先撕掉 撕掉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刷油漆 油漆刷完了之后再铺这个地板 这次我们为了这个 为了省钱啊 这个台面我们就没换啊 台面柜子都没换 只是油漆了一下 对柜子我们是油了一下 以前是那种老式的 黄色的那种 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 现在是白色的了 刷成白色的了 然后以前这里的 就老式的那种 那种灯管 现在你把它给挖开 换成这种桶灯 比较简单 比较现代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 对啊 啊这边这个原来大家记得吗 上之前我们拍的时候 也有了很老式的那种吊灯 我也换成那种吸顶灯啊 然后所有的窗帘 我们也全部换成新的了 那他现在这个blends呢 是以前是有跟小儿往上拉哈 啊那现在他是自动这种收缩的啊 是这种方便一点 你要我妈 我妈妈下的就这种 然后窗帘整个那个blends花了多少钱 blends应该是两千多块钱啊 blends两千多 我这个装修了分了几个队伍啊 那个油漆地板窗帘 包括装奔 还有这些小的这些维修的话呢 都是一个装修队啊 我们我叫他陈叔啊 说不定大家今后有可能需要的话 也可能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他们的联系方式 他们做事情呢 让我就觉得让我很省心 他们装修期间 我基本上只来过两三次 我一次都没来过 你一次都没来过 对 你都没来过 从他们第一天撕地盘撕完了 然后我就没来过了 你就没来过了 对 你再来的时候已经这个样子了 很省心我觉得 对 他们帮我做事情 我就很省心 第二个价钱呢 我觉得是蛮公道的 啊 还有就是说 他在我们装修期间 我们还去旅游了 我们都不用管 所以这个让我很放心了 这个是 人事室内的装修基本都是他们 然后包括这个楼梯的地板 都是他们给我铺的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创立也是他们帮我装的 帮我去订 然后帮我装 跟去年我们在仿佛 另外一个房子装修 也是他们搞的 去年那个工程更大 去年那个是被破坏了那个嘛 对 那个是柜子什么都是 都是拆了换过的 对对 原来他那个那个扶手 我觉得这样刷成白的 真的看起来还不错 对刷出了根新的一样 嗯 这个没有换 这是只是刷了油漆 嗯 来 说你的灯 给他指一下 原来这里有一个吊灯 也是那种 跟那个楼下一样 那个老式的 我换成这种西顶的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对 嗯 就 这个跟人一样 稍微打扮一下就不一样了 是 所以衣服该买还得买 哈哈哈 首饰包包一样不能傻 然后你什么都能够联系到你那边去是吧 没有 我没说我 着实 给他看一下 提脚线 他给我是装的这种 高的这种啊 嗯 高的提脚线 这边窗帘 全屋的窗帘都换了 我觉得窗帘换很重要 看起来又干净 对 被那吊的破破烂那灰灰的 吊灯也是换了的 嗯 吊灯我也换了 然后这个地方 之前应该屋顶上有漏水 只是房客都没告诉我 后来我找了屋顶工人 设计了另外一组人 就是我的屋顶工人 帮我把我房子里面有几个地方 就全部重新铺了防水纸 然后维修了 那屋顶的话呢 他修了三个地方 他帮我做会比较 给我一些go deal了 700多块钱 那过来这边 听起来有点太便宜了一点 然后我们这边的台子也没换 主打一个省钱 这次是我的主意对不对 对刷了油漆 然后我们做了深层性清洁 每一个柜子里面抽屉里面都是弄得非常的干净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啊 不一定非要 旧是旧 但只是很干净 嗯 但是很干净哈 这个是很重要的 刷完看起来也不旧了 嗯 还可以 下一步嘛 下一步要换的时候再把那个 一步一步来 天来的时候我说你帮我把门也换了吗 其实他没有就是刷了漆 嗯 刷的蛮好的 让我觉得感觉门像新的一样 可以 那边是一个房间 其实没啥 没啥好看的都换过了 之前我们那个装之前有拍吗 每一个房间 基本上有拍 基本上有拍 对 那这边是我们的 我看一下洗手间 OK 你看一下吧 哦 可以 咱们可以出租了 对 可以 绝对可以出租了 而且所有的马桶都换了新的 啊 现在就等你给他找一个好人家 我前天晚上上市了 已经很多人打了一号 就明天我要来开门给别人看 这个房间很好 忘出去直接是我们公园 这次总共装修 你花了多少钱吗 就陈述帮我们的部分 就是室外室内的油漆 地板 换所有的马桶 装窗帘 呃 还有一些小的修修补补 哈 他们总共包工包料下来 好像是一万八到一万九千块钱 不到两万块钱 啊 那我这个整理院子哈 砍树 院子里面有几棵树 我砍掉了 把院子全部整理了 该修的spinkler全部弄好 园艺方面呢 我差不多花了1700块 屋顶我修了三个地方 花了七八百块钱 七百多 还有什么 还有fence 然后就是跟邻居的这一排 和我自己这一排 包括我旁边的木门 我当时也要换 整个fence的话 我是花了2500多 再一个就是一个清洁哈 整个屋子的深层清洁 才很便宜 才400块钱 深层清洁 所以总共算下来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在两万四五的样子吧 好批准 反正会计出辣都是你 大大的那个无花果没了 整个月子现在空了你知道吗 一下就亮出来了 这样可能人家住在这里舒服一点 这个fence 是我们跟邻居的 我们换了新的了 然后这边是我属于我自己的 也是换了新的了 那这一条的话呢 跟邻居的差不多是2000 2500左右 那这一条我自己这边是1000多 等于我们花2000多 邻居花1000多 对 3000多 真的还不便宜 所以有时候我们换这个fence的话呢 基本上你跟邻居共同的话 你们就是共同share这个费用 expense 之前这边也有一颗大数吗 那个树我也砍掉了吗 三颗大树都砍了 对对对 把整个院子亮出来了 以前好多那种小虫 大家我们这个装修的话 就设计了很多工种 什么室内装修的 屋顶的 fence的 还有包括清洁的 所有这些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 需要我介绍的话 都可以联系我 打我的电话 免费分享 我们会无私的分享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我们这一期 这个有点乱乱的这种装修视频 记录一下我们投资屋的整个整理过程 如果您也是房东的话 也欢迎和我们讨论 有什么事情 我是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纪 威廉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